天地有情 人生无常 命运就像一张网 让人争不开 也逃不脱 一如蜘蛛活在自己编制的网中 吞噬猎物 也等着被猎物吞噬 在人生的舞台上 女人始终扮演弱者的角色 摆脱不了依附男人的命运 一如困在网中的蜘蛛 这张命运的网 我们称之为蓝色蜘蛛网 别厉害了 他是台湾大学农学院的工友陈发 没想到今天一早来上工 就发现田沟里躺了个死人 他慌张地向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平日很少外人踏入的实验农场 一下子来了好多警察 还有检察官和法医 对死者横死的惨状 连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 都禁不住皱起了眉头 这是一具女尸 她仰卧在沟渠里 身上有无数深深浅浅的刀伤 鲜血沾满她绿色的外衣 又流到干固的泥巴地里 警员在距离死者身旁 不到一百公尺的田里 发现了一只褐色的女用手提包 另外还有一包用报纸包着的东西 报纸的日期是1月29日 里面包着毛巾 牙刷和一些盥洗用品 皮包里则有几个空针 死者身份证和一张 发黄却保持完好的相片 另外还有一张 2月4日往台东的火车票 以及现金900元 办案的警员拿起死者的身份证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周采凤三个字 这件惨绝人寰的凶杀案 发生在民国67年2月2日 地点是台北市周山路附近的台大实验农场 当时离农历年只有四天 正是家家户户欢欢喜喜准备过年的时刻 却没有想到校园里竟然传出了命案 而且杀人手法是如此的残忍 死者全身上下被刺了二十多刀 这似乎还不足以邪分 凶手最后竟然用石头砸破了死者的头颅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间悲剧呢 死者和凶手有什么深仇大恨 为什么他会用如此残酷的手段 结束死者的生命呢 警方根据死者的遗物 很快地就查出了他的身份 但是出乎意料的 弃凶的工作却困难重重 案情胶着了许久 最后警方挖掘出的 竟是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那么事情的真相又究竟是如何的呢 从周采凤随身的物品当中 办案人员实在很难推测 死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为什么他会带着针筒注射药剂 又为什么盥洗用品不离身呢 而且死者身上那张往台东的火车票 又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就在警方为案情理不出头绪的时候 一个高大的男人走进了警察局 说他就是周采凤的先生杨宝雄 杨先生 你是坐什么的 我是开货柜车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 还有小孩 小孩 小孩多大 您什么时候接的货 小孩不是我真的 才和杨宝雄讲几句话 办案人员就发现死者的背景不单纯 原来杨宝雄是周采凤的第二任丈夫 他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泌尿科的医生 姓于 目前在金门街开诊所 那么小孩子是周采凤和于医生所生的 杨宝雄摇摇头 他告诉警方 周采凤年轻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 两个人很恩爱 甚至还同居在一起 小孩子就是他和第一个男朋友的 你太太是做什么行业的 她是做刘英的 周采凤竟然是一个祖阶的刘英 这太出乎警方意料之外了 而更让人感到讶异的是 身为周采凤丈夫的杨宝雄 竟容许妻子从事这种行业 难道他不觉得丢脸吗 这我们在结婚之前就说好的 我不会感受他在这方面的生活 这个答案实在太超乎一般人想象了 警方更直觉地判断 杨宝雄和周采凤的婚姻关系绝不单纯 那么在这层暧昧的关系中 杨宝雄会不会正式杀妻的凶手呢 杨先生 你太太是昨天晚上到清晨之间遇害的 这个时间你在哪里 你们在怀疑我 对不起 这只是我们列行的调查而已 我跟一个朋友打麻将 打麻将嘛 杨宝雄的语气虽然吞吞吐吐 但警方事后查证 杨宝雄确实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但这也不能证明杨宝雄就不是凶手 因为杨宝雄也可能和某个人同谋 甚至买凶杀害自己的妻子 你和你太太有过争执吗 没有 我们结婚之后感情很好 只是这一阵子我们协议要离婚 既然夫妻的感情很好 又为什么要离婚呢 警方怀疑这中间定有隐情 但这中间的隐情 杨宝雄却一直摇头说不知道 好 你知不知道你太太外面的交友情形 她有好几个男朋友 还有一个常常来找她的 知道她们是谁吗 我不清楚 她有一个姓张 她住在新庄 还有一个姓徐 好像是做生意的 其他我就不清楚了 你太太没有告诉你 明天她要去台东 在台东台有什么人呢 这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她做任何事从来不告诉我的 我早就不让她干了 她偏不听 她命苦啊 她就是为了她的孩子跟她那个家嘛 于是警方开始对周采凤命案展开侦查 他们发现周采凤在广州街一带非常有名 认识的人都叫她护士 因为她不只是个红牌的流英 还是个专制性病的秘医 有很多染了性病的男人 不想到诊所求诊 往往会来找周采凤打打针 要些消炎要吃吃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周采凤还算是个满特殊的人物 只是查归查 命案还是陷入胶着 杨宝雄有不在场证明 而杨宝雄口中的张姓和许姓商人 甚至查访得来 曾经是周采凤恩客的数名男子 均被一一传讯到警局 最后连周采凤的第一任丈夫余医生也找来了 只是这几个人全都失口否认杀害周采凤 警方为了突破案情 只好从另一个方向爬起 他们想起杨宝雄曾说周采凤命苦 是为了家庭和孩子才做神女 那么周采凤到底有什么凄凉和不幸的遭遇呢 警方找到了周采凤的娘家 希望从她母亲那里能查出进一步的线索 周采凤的母亲郑雄已经五十多岁了 可是很会打扮 看起来风韵犹存 虽然年轻时也曾经在封城中打滚过 她一听到女儿的不幸消息 当场就崩溃得痛哭失声 她一再恳求警员 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于法 好让女儿明目 警员一边安慰郑雄 一边听她说起周采凤生前的种种 郑雄红着眼眶说 小凤很顾家 非常孝顺 又很疼孩子 她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小凤买给她的 现在小凤死了 她带着小凤的孩子 生活马上会发生问题 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警员这时候拿出了周采凤的部分遗物 给郑雀确认 当那张泛黄的相片摆在郑雀的面前时 郑雀忍不住又哭了出来 是她 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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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害死我的小凤 她害死我的小凤 好可怜的小凤 这张在命案现场 周采凤手提包里放着的照片 恐怕有十年以上的时间了 相片中的一男一女显然是情侣 两个人手挽着手 笑得好甜蜜好开心 女的是周采凤二十来岁的模样 男的高高大大的 还蛮帅的 这么久以前的照片 还保存得那么好 没有破损 没有缺角 显然相片主人是非常小心地保护她 那么这个英俊挺拔的男人 到底是谁 她真的就是杀害周采凤的凶手吗 一张十几二十年前的相片 究竟隐含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周采凤临死之前 还把这张相片随身带着 可见相片中的男人和周采凤一定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事后警方查出这个男人正是周采凤年轻时的男朋友 武建兴 也是周采凤唯一孩子的父亲 周采凤对他用情置身 一生的命运都随着这个男人打转 最后甚至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只是武建兴为什么会害死周采凤呢 两个人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纠葛 只是谁能料到命案的背后 竟是如此淒美的爱情故事 周采凤一个出卖灵柔的妓女 竟然是个人世间最为至情至心的女人 周采凤原先是三重一位 诚信人家的第六个女儿 因为家里孩子多环境不好过 所以很小的时候 他就被送给台北的周姓人家做养女 本来以为可以过比较好的日子 没有想到几年过后 小凤的养父却突然生病死了 从此家里的生计全落在养母的身上 郑雀那个时候才三十岁 就开始在华西街一带 帮人家洗衣烧饭打打零工 他还带着四个小孩 日子过得很辛苦 小凤从小就长得清秀可爱 很讨人喜欢 风化区是个靠姿色营生的团体 因此一些大人们 老是羡慕郑雀 说小凤将来一定可以帮郑雀 赚很多的钱 郑雀那时沾上了赌博的嗜好 一个晚上手气不好 可以输掉几个月的菜钱 没有多久已经是又奢又欠的债台高筑了 其中有一个债主是开私仓馆的 他愿意替郑雀偿还债务 但是唯一的条件是等小凤长大以后 让小凤到他的债聊去工作 小凤对郑雀的话一向很顺从 他知道自己是过季来的养女 和姐姐们没得比 他也不是真的很懂正确的话 只觉得自己是该为这个家牺牲的 十七岁那年 小凤被送到了倉管 以为咬着牙忍个两年就过去了 谁晓得这一进去就出不来 神女生涯从此跟了小凤一生 刚进去时几个大姐很疼她 教了她很多规矩 包括神女绝不可以谈感情 虽然卖笑卖淫 却绝不可以出卖自己的自尊和灵魂 妓女户的姐姐们都比小凤大很多 讲不出来心里的话 所以她总是静静的一个人坐在角落 不太笑也不太说话 更不和那些嫖客打屁缠媚 她只是冷眼看着人来人往 看着风花雪月中 另一个被扭曲了的男女关系的世界 生意清淡的时候 小凤还会呆呆地坐在床檐边 看看书想想事情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真是这个样子吗 难道纯粹只是买与卖的交易吗 可是小说里头 为什么会把男人和女人的爱情描写得那么美好呢 小凤少女怀春的心常常在幻想 自己是不是也能像爱情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 卸构一段浪漫纯真的爱情呢 小凤养成了没事就翻翻书看小说的习惯 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憧憬 在书本中小凤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 她只有小学毕业 却一直想多读些书增长知识 只要两年的时间她就可以脱离苦海了 到时候她一定可以做些别的 小凤的心中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一等到休息的日子 小凤总会跑到旧书摊去买几本书 回来仔细地阅读 小凤工作的地点附近私仓馆和赌场邻里 老板们都会雇一些年轻的男子为室 武建新就是其中一家赌场的保镖 大家都叫他小武 小武长得高高的笑口常开很有人缘 在兄弟里头更是讲义气出了名 因此很受朋友的赏识 保镖们没事的时候 常常在附近东晃西晃 当然知道烟花巷里有一个特立独行的神女 对小凤的冷漠 他们都叫她冷面西施 调侃之余 有时也花些钱来光顾小凤的生意 小凤对这些熟面孔的年轻人 并没有特别的刻意逢迎 只当是一般的客人一样 纯粹是买与卖的交易而已 其实在民国四五十年代的风化区里头 保镖和妓女的关系是很淳朴很可爱的 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圈子 所以很容易就产生感情了 等到爱情的基础稳固了 往往会同居在一起 但这并不影响各自的营生 保镖一样的为世打架 妓女照样接客赚钱 只是保镖们知道哪个妓女有主了 就不会再去碰她 因为妓女们接客只是谋生的手段 小凤酷酷的又年轻漂亮 所以保镖们都喜欢她 有几个人甚至大气胆子追求小凤 但总招来小凤一对卫生眼 闹归闹却没有人有能耐打动小凤的芳心 小五的心里也很喜欢小凤 她虽然总是笑笑的 但面对小凤时总有些腼腆 她总是默默地看着别人调笑小凤的一幕 有时候看不过去 就迈开她长长的步伐走开了 小凤也感觉到小五和别人不一样 在这些轻调的年轻人当中 总有一双特别关注和友善的眼神 小凤还常常听妓院的大姐们说起小五的种种 小五很乖了 小五人很老实又中义气 小五从来不找妓院的女孩们 发泄她男人的情欲 甚至有些自认长得标致的妓女们 总喜欢有意无意地去勾搭小五 希望有一天能和小五成为人人羡慕的一对 这些话听到小凤的心中 沉寂的芳心不禁有些荡漾起来 有时看到那些妓女们亲热地勾着小五的手臂 小凤总忍不住感觉心里头酸酸的 小凤觉得自己是不是偷偷喜欢上了小五 有一天小凤照例利用难得的休假到书报摊看书 看着看着入了神 忽然旁边传来一阵轻轻的咳嗽声 小凤吓了一跳 一侧身差点撞在一个人的怀里 抬起头来四目相对 小凤看到一双熟悉的眼神 她竟然是小五 小凤没来由的有些脸红心跳 平日冷冰冰的脸这时候满是少女动人的娇媚 小五弯身捡起小凤掉到地上的书本 还是那亲切和迷人的笑容 小凤看着觉得脸更红 心也跳得更厉害 回家的路上小五伴着小凤 两个人默默沿着堤岸边走着 只看到两个人越走身体越靠近 最后小五大大的手掌 终于握紧了小凤小小的手了 小凤再也想不到 这个男人从此不只握住了他的手 还占据了他的整颗心 让小凤一生中再也容不下第二个男人 小凤和小五谈恋爱的事情 很快在风化区里传开了 保镖和妓女们 各个是又嫉妒又羡慕 众人围着他们取笑 小凤的脸红得抬不起来 小五则是一贯的裂开嘴傻笑 在众人的起哄下 小五摆了一桌请大家 算是替小凤定了 从此两个人开始同居 小凤白天照样做他的生意 晚上才回小五的住处 和小五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这一段期间 可以说是小凤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了 小凤从小就打定主意 将来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慢慢地填补他小时候 被亲生父母遗弃地缺害 而这个家他一定要用一辈子 好好地珍惜 保镖们自然不再去招惹小凤了 反而因为小五的人缘好 他们都争相替小凤拉生意 没有多久 小凤成为华西街里最红牌的妓女 小凤的妓母正确 原先很反对小凤和小五在一起 但没有想到小凤的收入反而增加 他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随他们去了 小五告诉小凤说 他自己是初中毕业 迫于环境才到赌场为事 而且和很多赌场的保镖不一样 小五不沾赌字 他有自己的打算 他告诉小凤 过两年等小凤的日子满了 而且自己手头上有一点钱 他就要带小凤出去结婚创业 做正当的生意买卖 不要再在这个是非圈子鬼混了 万华华西街一带 靠赌和昌为生的人不少 大部分的人终生都离不开这个圈子 小凤小五算是比较特殊的 他们既欲相仿 又有共同的理想 因此颇有欣欣相习的味道 两个人的感情进展 也越来越是甜蜜 就这样小凤和小五同居了快两年 小凤卖身的日子终于快要满了 有一天小凤突然发现他怀孕了 小凤喜盈盈的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小五 只是回到家中 小凤还没有向小五开口 就看到赖皮头上冒着鲜血冲进了家门 小凤和小五认出他是赖皮 是小五厂子里的一个兄弟 他告诉小五厂子里出事了 几个兄弟给人追杀 有人挂彩也有人倒下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小五听了二话不说 不理会小凤的劝阻 就叫赖皮跟着走 两个人匆匆地消失在黑暗的夜色里 留下了还在发呆的小凤 这一夜小凤的思绪像散了的毛线球乱成一堆 脑海里飞快闪过一幕又一幕的画面 有他和小五欢乐的笑容 也有小五满脸满身污血的惊恐 他不知该怎么办 好几次巷子里有些动静 小凤冲到门边 却都不是小五的声音 一整夜 小凤就笼罩在这样等待与失望的情绪中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小五这一去就不再回来了 眼看两个人经营的美梦就要实现 却又瞬间消逝化成了泡影 一大早巷子那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是老板叫人带话了 小凤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小五在这次帮派护征地盘的窦窟中被警方逮捕了 对方有人被打死 小五难脱干系 他和另一个兄弟被以杀人罪起诉 就这样小凤在拘留所里看到了小五 才几天不见 小五看来非常憔悴 头发也乱得像稻草 和他往日的阴庭判若两人 小凤心痛之余无言以对 小五对小凤也是万般抱歉 大头 запт门 小五对不起 大头是小混贵 大头是小天 小胎 小 genug 小熊 小胎 小 resource 小的大头 小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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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相信我吗? 我...我相信! 不过,拿掉他吧! 为什么? 我杀人! 这一关,不知道不关多久! 最少,二行! 一个女人总要了男人照顾! 难道,你有等我一辈子吗? 我一定会等你的! 我这一辈子都会等你的! 我这一辈子都会等你的! 我会短剧的,小五! 别傻了!十年二十年, 有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一个女孩子家, 有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会不容易,你知道吗? 你还是忘落吧! 不要!不要! 我一定会等你的! 别说了! 你不要等我! 有机会就嫁人! 小五! 小五! 我会等你的! 小五! 不管小凤怎么哭怎么叫, 总是唤不回小五回头再看他一眼! 小凤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小五在他的生命中消失了! 小凤悲伤地走出了拘留所, 不知该何去何从! 但是刚才他向小五许下的诺言, 却一字一句地牢记在心底! 只是没有想到, 小五这一判, 就判了十五年! 还被移送台东监狱服刑! 十五年多漫长的一段岁月, 小凤要怎么样熬下去呢? 恋爱中的男女很容易就会为对方许下山蒙海誓的诺言, 但是试问,天下间有几个人能够确实做到呢? 小凤为小五许下了这个艰难的誓言, 他办得到吗? 我们可以想象, 在民国四五十年, 那个物资极端缺乏的年代, 一个女人要养大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 小凤的背后还有一个贪婪自私的养母, 他肯答应小凤为了小五陪上一生吗? 毋庸置疑的, 小凤却办到了。 如此内外乡间的困苦情境, 小凤是如何度过的呢? 他坚持对情人忠贞的爱情, 是人性当中最圣洁的一面。 但是无情的命运之神, 却以一场送上性命的劫难作为回报。 试问, 这公平吗? 往后小凤惨淡悲惨的岁月, 才刚刚要开始。 杨母正确知道小凤要把他和小五的骨肉生下来, 非常反对。 他告诉小凤, 好不容易才把债务还清, 正可以多赚钱, 何苦再背个孩子受罪。 小凤也明白杨母的心意, 他把这两年和小五辛苦存下的钱, 大部分都给了杨母, 正确才稍微展现欢眼。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去台东, 你要去台东啊? 不错, 小五人在台东, 我要去台东陪他。 哎哟, 你这个孩子实在有够傻哦。 就在小五入肩服刑的几个月以后, 小凤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 来到了台东监狱附近, 找了个房子安定下来。 小凤终于盼到面会的日子了, 他提着小五以前爱吃的几样东西, 巴巴地来探望小五。 才几个月没见, 小五比以前更加憔悴了。 小五看着小凤的肚子,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你这是何苦呢? 我说过了, 我要等, 等孩子生下来, 我们两个一起等你。 小五听了小凤的话, 感动地看着小凤。 一辈子很少哭过的男人, 这时候也不自觉地眼泪盈眶了。 突然, 小五忽然摆下脸。 你们不用等我了, 因为我不相信孩子是我的。 不要这么看着, 我说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还有, 你们不要来看我了。 小五说完, 无情地起身就走。 小凤想唤又唤不出声, 一股委屈和难以理解的心酸, 全都化作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直到小五的背影消失, 小凤才绝望地唤出声来。 小五! 回到了台东租赁的住所, 小凤扑倒在床铺上伤心痛哭。 一向最爱她的小五, 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难道她不知道这么绝情的话, 是会将她的心整个都撕裂了吗? 小凤哭着哭着, 不知道哭了好久。 突然间小凤想开了, 一定是这样的, 小五是为了她好, 才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 小五不想拖累她, 要她死心。 要不然, 一向重义气又温柔的小五, 是没有理由说出这种话的。 有了这样的认定, 几天以后, 小凤又到台东监狱去探望小五了。 只是这次, 小五并没有出现。 监狱的管理员语气冰冷地告诉小凤, 小五并不想见她。 就这样, 小凤提着餐盒, 郁郁地从监狱里走了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凤不管刮风下雨, 每隔三五天总会提着餐盒走进台东监狱, 但也原封不动地提了出来。 台东监狱门前那条漫长的道路, 总是看到小凤孤单瘦弱的身影, 而她的肚子也在这一天一天中, 渐渐地大了起来。 终于小凤临盆了, 她咬着牙, 发尽了全身的力气, 才把她和小五的爱情结晶给生了出来。 小凤看着这一出生, 就没看过爸爸的孩子, 不禁欣慰地笑了起来。 她果然是小五的孩子, 因为鼻子眼睛和小五长得一模一样, 小五想不认都不行了。 第二天, 小凤也顾不得坐月子的女人吹不得风, 她拖着疲累的身躯, 裹着刚出事的孩子来到台东监狱。 一样的, 小五还是不愿见她。 小凤没有伤心, 也没有表现失望, 她只是匆匆地写了张字条, 拜托监狱的管理员交给小五。 字条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 小五, 我们的孩子出事了, 我想叫她希望, 我们都抱着希望活着好吗? 同样的, 这张字条也和石沉大海一样, 没有任何的回音。 有时候, 希望只是面对无助现实的一种幻想, 因为现实毕竟是残酷的。 小红来到台东已经将近一年了, 她虽然省吃俭用, 但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霜, 当时从台北带下来的积蓄, 也差不多全用光了。 面对着空空的奶粉罐, 孩子因为吃不饱, 哭得深思历竭, 挂着泪珠昏昏睡去的小脸庞。 小凤心揪了起来, 好痛好痛。 她好想出去找个工作, 喂饱孩子。 但举目无亲, 又荒凉的台东, 小凤又要去哪里寻个工作养活她和孩子呢? 为了和希望活下去, 小凤只好回到她台北的家。 正确,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没看到小凤了。 这时看到小凤憔悴的模样, 着实让她吓了一跳。 她心疼地把小凤骂了一顿, 说小凤的梦该醒了, 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了。 正确要小凤把小孩送人, 但小凤抵死都不肯。 她哭着, 跪着求她的养母, 说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小孩最可怜了。 她不希望小孩和她遭受同样的命运。 更何况这个孩子是她和小五唯一的希望。 正确被哭得心软了, 想着小凤一生确实可怜, 自己也真的没有好好地对待过小凤。 只是原本自私和贪婪的心, 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诺小凤, 替她担下任何担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家里的开箱有多大呀? 叫我给你养这个小孩, 我哪里有办法呀? 你放心, 我会负担生活配合一切负担的。 你怎么负责啊? 除非啊, 你再去当妓女。 经过一年的折磨, 小凤早已认清了现实的残酷。 她没有一技之长, 唯一的本事就是做妓女了。 在台东的一年里, 她也曾经挺着肚子到处谋生, 但别人一看到她的大肚子都摇头拒绝了。 现在她有了小孩, 又要应付家里的开销, 不做妓女她又该怎么办呢? 就这样, 小凤再次下海。 姐妹和保镖们都很同情小凤的遭遇, 纷纷介绍些好客人给小凤。 只是少了小五, 小凤又再度回到她小女孩时酷酷的模样。 唯一能让她展现欢颜的, 就是面对希望的时刻了。 希望才几个月大, 但和小五是越来越像。 小凤总是紧紧地搂着希望, 思念着那个刻骨铭心的爱人。 有一天小凤突然失踪了, 正确东寻西患, 全都找不到小凤的身影。 最后才在希望的身上, 发现了一个信封, 里面是一小碟钞票, 和小凤留给她的一封信。 正确并不识字, 叫人念给她听, 才知道原来小凤又到台东去了。 一道高高的墙, 阻挡了墙里墙外的世界, 也阻隔了小凤的希望和未来。 他们本来可以做夫妻的, 本来可以照着梦想和希望走去的, 但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他们呢? 小凤这次千辛万苦地赶来台东, 但小五还是没和她见面。 小凤伤痛之余, 顺着监狱外的道路走着。 小凤咬着牙, 早已枯干的泪水, 又阴湿的脸庞。 她不相信她和小五的夫妻缘分, 就这样进来。 她一定要等她的。 一年多前所立下的誓言, 这时又清楚地浮现出来了。 即使是命中注定, 她也要和命运搏斗, 一辈子都要等小五出来。 只是谁能料到, 小凤坚真的誓言, 最后竟成了夺取她性命的符咒。 小凤打算和小五长期抗战, 因为她相信只要坚持, 最后小五一定会让她的真情给感化的。 小凤想着她该如何在台东生活下来呢? 人地生疏的台东, 小凤是做不来妓女的。 她开始漫步在台东街头, 不知何去何从。 忽然间小凤豁然开朗, 为什么她要再做妓女呢? 老天爷注定她妓女的命, 但她刚刚不是说才要和命运搏斗的吗? 不再做妓女, 不正是向老天爷挑战, 不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小凤的心情忽然轻松起来, 她又展现她难得的笑容, 决定要做一个全新的周采缝。 小凤隐瞒了自己的过去, 凭着她看了点书, 不同于一般封臣女子的谈吐, 顺利找到一间诊所的清洁工作。 她只简单地告诉诊所的江医师夫妇, 因为家庭发生变故, 先生跑船一去不回, 所以一个人跑到台东来工作。 变了个身份的小凤, 诊所里大家叫她阿凤。 江医师夫妇看阿凤很懂事, 又很机灵, 利落的手脚把诊所清扫得干干净净的, 所以十分信赖她。 阿凤也很好学又聪明, 江医师索性有空的时候, 就教她一些简单的医护技术。 病人多时, 先生娘忙不过来, 阿凤就煎起差来, 冲坐临时护士。 小凤也真的很争气, 做得有板有眼, 一丝不苟。 私底下小凤过得很节俭很辛苦, 大部分薪水她都寄回家里, 拜托养母, 养活她的孩子, 小部分才留着自己用。 幸好江医师夫妇很疼她, 叫她到诊所来一起住, 免去了小凤的房租和开销。 碰到诊所放假的日子, 小凤就瞒着众人偷偷去台东监狱看小五。 只是小凤每次还是希望落空地回来了。 这段日子唯一能给小凤慰藉的, 只是那张年轻时和小五拍的照片, 还有过年过节回台北去看她小小的希望。 小凤在诊所里一待就是好几年, 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好, 江医师索性找了过去在军中的同事来帮忙, 她就是于晋府。 于医师比小凤大了二十几岁, 是单身, 太太孩子都在大陆。 她很欣赏小凤的能干勤劳, 听说她不幸的遭遇, 常常会开讨她, 找她聊天。 江医师夫妇看在眼里, 有意无意地敲起编骨, 要于医师考虑考虑找个伴, 起码生活上也有个照应。 小凤虽然生过孩子, 却还是身材苗条, 面目娇好, 人又吃苦耐劳。 这些于医师都很重义, 但小凤却告诉于晋府, 自己有孩子在娘家, 并不想再婚。 于晋府却没有因此知难, 反而对小凤追求得更加殷勤了。 这一年春天, 正确托人从台北写信给小凤, 说区公所来调查, 小希望还没有报户口, 将来是不能上小学读书的。 知道了这些小凤好急, 希望是她和小五的骨肉, 爱希望就像是爱小五一样, 她怎么忍心让希望不接受教育呢? 匆匆忙忙, 小凤寻个理由, 就向江医师请假回台北了。 回到台北, 区公所的人却告诉她, 她和小五并没有正式结婚, 所以希望并不能灌小五的姓, 她只能和小凤一样姓周, 而且身份证上永远写着父不祥的耻辱。 背一辈子, 小凤听了鱿鱼了, 她怎么能让希望一辈子都背着这样的耻辱呢? 可是要怎么样才能替希望找个父亲呢? 过了几天, 郑确在巷口遇见了一名衣装整齐的中年男子, 他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 郑确有些好奇, 主动问明他的来意, 郑确一听非常高兴, 就把他带回家里。 这时小凤正帮孩子洗澡, 一身湿淋淋地从房里出来, 一下子愣住, 她万万没有想到, 于静甫竟然会出现在自己家中。 她慌乱地擦着手, 对家里的凌乱和狭小殷尸很难为情, 于静甫却很坦然, 不以为意, 她似乎对小凤家的贫困做好了心理准备。 于静甫坐下来, 她告诉小凤, 她已经结束了在台东的工作, 准备回台北开业, 地点大致上看好了, 在罗斯福路, 她希望小凤能去帮忙。 于静甫的诚恳, 让小凤非常感动, 却还打动不了小凤久冰冷的心, 郑确却在背后向小凤游说。 这么好的帐步到哪里去找啊, 你不是要听希望找个爸爸吗? 正确的话像个铁锤, 敲碎了小凤尘封的心, 替孩子找个爸爸。 对, 她该替希望找个好的爸爸, 这样她的一生才会有希望。 小凤又想到从来不跟她见面的小五, 万一将来小五出狱了, 他们一家人又该如何团聚呢? 想着想着, 小凤忽然间想通了, 她匆匆忙忙写了封信给小五, 告诉小五她要结婚的消息。 但在信里面她还是向小五保证, 虽然她嫁给别人, 但她一样会等小五出来。 这情形就像当初她和小五同居时一样,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做妓女, 出卖的是肉体, 但灵魂还是属于小五。 为了希望她必须和余医生结婚, 但余医生只是她通往未来希望的一座桥, 随时都可以抽掉她。 当然这封信还是没有回音。 余医生的诊所开幕了, 小凤真的去帮忙, 而且很快的她也做了诊所的老板娘。 婚后,小凤把小孩接来同住, 但是余医生却嫌小孩子太吵, 而且跑来跑去, 会影响诊所的生意。 小凤无奈, 只好再把孩子托给养母抚养。 接下来的日子, 小凤和余医生忙着诊所的业务, 小凤俨然是一个称职的先生娘。 余医生看病, 她在一旁帮忙, 生活倒也过得平平稳稳。 只是余医生发现, 小凤婚前婚后, 对她的态度都是一样, 甚至连做夫妻的那件事, 态度也是冷冷的。 余医生真是有些疑惑。 她觉得小凤有点应付, 又有点职业化。 这个老婆究竟当她是丈夫, 还是她越来越不了解小凤。 余医生年纪比小凤大很多, 她总想有个自己的孩子, 但是小凤却不愿意死的, 结婚快一年了, 小凤的肚子始终没什么动静。 她是个医生, 当然猜到是怎么回事。 阿凤, 你为什么不帮我生个儿子? 我们不是已经有孩子了吗? 我是说我们两个人的。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我自私?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我跟你结婚就是想要个孩子, 可是你偷偷给我避孕, 还三天两头往娘家跑。 我回娘家, 是去看我的孩子, 谁叫你不让他们过来。 你不要老是拿孩子当借口, 先给我生个小的再说。 为了孩子的事, 两个人常常发生口角。 余晋甫毕竟是凡人, 有着人性上的弱点, 而且相处久了她也明白, 小凤把孩子摆在第一位, 而自己只不过是个配角而已。 她甚至被小凤利用的感觉。 这天她告诉小凤, 除非答应替她生个孩子, 要不然她不会再拿生活费 给小凤的娘家。 好强的小凤, 听了这些话也没说什么, 只是心里想着, 过几天就得付孩子 下个月的生活费三千块, 这笔钱要上哪儿去找? 妈, שלו枓的生活费和补习费 这么早就拿回来了 , 是不是进补给你的? 这你就不要管了。 希望过来, 让妈妈看看, 孩子一天天大了 更有爸爸的模样了 小凤看到希望 就像见到小五一样 这使得他格外想念小五 小凤下定决心 自己再怎么苦 也要让孩子吃得好 住得好 受最好的教育 这些当然都要钱 于进府不给 他只好自己想办法 小凤到底要用 什么样的方法 来度过眼前的 这些难关呢 什么行业 才是最容易赚钱的呢 想来想去 小凤只好又重操就业了 只不过这一次 他做的是组接女郎 也就是留音 如此的选择 却让他步上了 悲剧的路程 在往后的一生当中 都难以回头 而且越陷越深 冷静地想想 小凤这样做值得吗 其实一个女人 带着孩子再婚的例子 比比皆是 喝毒小凤的遭遇 会特别地不幸呢 是于医生对他不好 还是他悲剧的个性 左右了悲剧的命运 客观地分析起来 我想应该是后者吧 小凤再度走进 风月圈子里 他都是趁于进府不在 或找些理由 偶尔兼差性质地 赚钱拿回娘家 街客的地点 大部分在厦门街 和平西路一带 那儿有很多 跑台北县市的 货车和计程车司机 杨宝雄就是其一 杨宝雄是个货车司机 为人豪爽四海 带点江湖气 这点和小五很像 尤其他和小凤的 成长背景相近 都是万华一带 贫苦人家长大的孩子 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在华西街里 干了一阵子保镖 所以两个人聊起来 特别投缘 杨宝雄自从认识了 小凤之后 大概一个星期 总会来找小凤一两次 小凤那个时候 正和于晋甫闹得 不太愉快 遇上了 像是老朋友的杨宝雄 小凤不自觉地 将心中埋藏了 多时的苦闷 都一五一十地 告诉了阿雄 阿雄拿出了 他的江湖义气 替小凤打抱不平 他怂恿小凤 应该离开于医师 并且很认真的 拍胸脯发誓说 如果小凤嫁给他 他绝对会把孩子 接过来一起住 同是天涯流落人 小凤和阿雄 很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于医生是聪明人 他也查出小凤的转变 和异于过去的言行举止 当一个老病人 私下告诉他 在和平西路一带 看到小凤和陌生男人 亲密地走在一起时 于医生忍无可忍了 他当场逮个证 准备接课的小凤 于是给了小凤一巴掌 两个人维持两年半的婚姻关系 也就此结束了 这一天 小凤拖着疲惫的身心 回到娘家 儿子跟他说起学校的种种 他满怀热切和羡慕地告诉小凤 星期日同学都有爸爸带着去游乐场玩 为什么他没有呢 还有隔壁的阿婆会给明明坐纸飞机 为什么他也没有呢 小凤听了 心里真是难受极了 他深深觉得对不起孩子 他想孩子还是需要有爸爸的 这时候杨宝雄信誓旦拍胸脯的神情 又浮现出小凤的脑海了 他一直想要有个美满的家庭 小五没办法做 于医生也做不到 但以杨宝雄的义气 应该可以暂时代替父亲的角色才对 为了弥补孩子残缺的童年 小凤和杨宝雄讲好了条件 他再婚了 他接受了阿雄做他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 只是有谁能想到 小凤选择了杨宝雄 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 最后更引来一场夺命的杀神之祸 杨宝雄真的如他所保证的 把孩子接回家同住 不过他是个放浪行孩的人 他喜欢呼朋饮伴的 打牌喝酒玩个通宵 所以有他这个父亲和没有并没有两样 希望一样常常找不到爸爸 小凤看不过去 只好再把希望带到娘家 托养母照顾 杨宝雄也不太过问小凤的行为 小凤婚后依然做他的留音 赚些钱养家和给孩子的教育费 阿雄对这方面并不反对 因为当初他和小凤就是这样约定的 阿雄只是个货车司机 又好赌 没钱的时候还会向小凤伸手 小凤却也是心甘情愿地付出 他觉得阿雄能接受他的孩子 尊重他的工作 容忍他的过去 还讲好了不再生孩子 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时候小凤反而觉得有些对不起阿雄 小凤和阿雄这段奇异的婚姻维持了好几年 这期间小凤专心地工作 他聪明地运用以前在诊所学得的一技之长 变换了身份 他告诉人家他是个护士 懂得医学尝试 知道怎么样防止性病 所以他转换到万华康定路一带去做生意 没有多久就小有名气了 大家都叫他护士 嫖克对于有些学士 又不同于一般留音的护士 都很感兴趣 一方面新鲜 一方面又安全 的确 凭着过去几年和医生结束的历练 小凤谈吐穿着不足 打起针来还蛮像回事 但是小凤真被他护得一愣一愣 日子久了 老客人多了起来 小凤开始应接不暇 俨然创造了他事业的高峰 小凤现在已经是康定路广州街一带的红牌留音了 他赚了很多钱 替养母在泉州街买了间房子 儿子希望也在他习心的照料下 一天天长大 学校的功课也很好 这点让小凤 可觉得欣慰 这一天小凤不经意地拿起报纸 上面登的消息 让他平稳的心 一下子狂乱地跳了起来 报上说政府将施行大事 一些犯罪的囚犯将获得减刑 小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不敢相信小五会不会那么好运 他急急忙忙打电话去询问 真的在简刑的名单里真的有小五的名字 小凤欣喜若狂 他千叛万叛 苦等十年的梦想和希望终于要实现了 可是阿雄却在这时候回来了 小凤才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般的冷静下来 他要如何开口向阿雄说呢 而阿雄会答应吗 什么 你要给我离婚 阿雄 我们约定的时间到了 不是说好了还要五年吗 不 我刚才看到报纸说小五要出狱了 听到这句话阿雄说不出话来了 他很生气 这几年他虽然不争气 向小凤要了不少钱 但其实内心底还蛮爱小凤的 而且他也慢慢习惯家的感觉了 现在要一下子斩断 他实在是舍不得 还有他和小凤也有好几年的感情了 却还是抵不过小凤心里头那个虚幻的梦 我不会答应的 阿雄 你就成全我吧 成全你 我怎么办的 阿雄 我不是约定好了吗 好 要我答应离婚 再给我三十万 阿雄 三十万在当时来说是个大数目 可以在台北的万华一带买一栋房子 阿雄会这么说 其实是想要小凤知难而退 没有想到小凤却又不说话了 隔没几天 小凤竟真的拿了三十万给阿雄 阿雄不知道小凤是怎么凑到这三十万的 但看到这些钱 他只好遵照约定 让小凤自由了 但不知道什么缘故 小凤并没有急着和阿雄办离婚手续 反而变得心事重重起来 整天眉头伸索 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想事情 阿雄在想 小凤是不是在担心小五不肯接受他呢 毕竟十年是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人会怎么变 谁都不知道 万一小五真的变了心 那小凤该怎么办呢 又过了几天年关禁了 阿雄记得那天小凤早上才回来 还带回来四大包年货 照例的 接近傍晚的时候 小凤已经把脏衣服都洗了 还扫地抹了桌子 六点才出门 没有任何异状 阿雄因为晚上和朋友说好了打通宵麻将 所以也没有回来 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就接到警方的电话 说小凤遇害了 杀害周采凤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是杨宝雄 还是他的前夫余医生 或是另有其人呢 周采凤命案处处充满了谜团 这一个又一个的谜团都期待警方抽丝剥茧的一一开解 于是警方进一步找来巧冰宾馆的服务生来问话 巧冰宾馆就位在康定路上 周采凤平日都在宾馆前的人行道上等待生意上门 然后再带客人到就近的宾馆里休息 宾馆里的人和周采凤都很熟 柜台小妹回忆 故事最近几个月确实有些心神不宁 常常晚上八九点会急急忙忙地说 要打电话给一个男的 应该就是护士的男朋友了 叫什么名字小妹说她听不清楚 好像姓李 护士其实老客人很多 也有四五个常来往的男朋友 不过姓李的好像比较特别一点 护士似乎很怕他 二月二日那天晚上大约七点多 服务生听到门口有人争执的声音 好像护士在和人谈价钱谈不拢的样子 等他伸头出去看 那个男的已经走了 那天护士显得很沮丧 没有接什么生意 他一个劲地看表 到了十点过一点 就匆匆忙忙赶着要走 故事是一个人叫了计程车走的 方向好像是台北车站 警员又在附近街上找到了一个叫宝珠的流音 他算是和护士比较熟的 宝珠表示 他只知道护士那个姓李的男朋友 戳号叫二尺 是个厨子 两个人来往已经有三四年了 但是没有人见过二尺 因为他是护士在厦门街坐的时候就认识的老客人 他们交易的地点并不在万华的小旅舍中 有了这些资料 警方立刻在万华一带展开搜查 很快地寻线查出绰号二尺的杀人嫌犯 是一个在餐厅里当厨师的李志薇 随即将他逮捕 二尺在警方的逼问下 坦诚因为不甘情感受骗 一时气愤才杀了周采凤 二尺是周采凤还在厦门街做生意的时候就认识的老乡好 他快五十岁了 是退伍荣民 一个人在台湾 当他碰到周采凤时 几乎第一夜就被他迷上了 周采凤告诉他 他是一名护士未婚 家里只有一个老妈妈 行动不便 为了贴补家用支付母亲医药费 所以才兼差性质出来做妓女 像周采凤这样的条件的妓女不多 二尺尝了第一次新鲜的滋味以后 很快又来找周采凤 以后几乎一个星期固定找他两次 没有多久 一心急着想成家的二尺 就开口向周采凤求婚 周采凤完全把二尺当花钱的大爷看 起初不怎么放在心上 他向他求婚 周采凤也不答应 也不正面拒绝 就找了各式各样的理由 一次次地拖着 结婚就像一个耳 周采凤把他吊得高高的 让二尺看得到却吃不到 果然二尺像火山孝子似的 由厦门街到康定路 一路追着周采凤 但是没有人甘愿做一辈子的傻子 去年九月 二尺又向周采凤离婚了 他说这次说什么 也一定要给他一个交代 这个时候 刚好又碰上周采凤 准备和杨宝雄离婚的事情 小凤急着凑三十万 想到再骗二尺一笔钱 那他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于是他就向二尺开口说 只要给他二十万 帮他把家里的问题解决了 就嫁给他 好 钱不是问题 你可不能骗我 放心啊 怎么骗你呢 就这样小凤拿了二尺的二十万 再和自己的一些积蓄 凑足了三十万交给了杨宝雄 可是没有想到 二尺自从拿出二十万以后 逼小凤结婚逼得更急了 小凤只想拖着 等拖到过年 他和小五就一家团聚了 到时候他就一走了之 只是小凤的如意算盘 这回答错了 因为他没有料到 二尺急躁的个性 是会狗急跳墙的 接下来的日子 二尺几乎三天两头 用电话追着小凤跑 最后小凤再也不接 二尺的电话了 二月二日当天 小凤心里算着 再四天就除夕了 也就是小五出来的日子 他决定前一天 也就是二月四日那天 赶去台东 今天晚上他准备先去火车站 看列车时间 买预售票 所以十点刚过 周采凤就急急地叫计程车 先去火车站 买了车票以后 小凤的心才定下来 他散着步走回家 但在路上却让二尺给遇上了 二尺拉着小凤 直往台大实验农场走 小凤的脑袋轰轰然昏了 明天 明天他就要真正脱离苦海了 没想到眼前竟出现了这个煞心 小凤想起了 这十年来他所受的委屈和折磨 小五一直不肯见他 为了孩子 他委曲求全地嫁给了余医生 为了养活孩子和家庭 他不断地出卖自己的肉体 为的就是要和小五团聚 但是老天爷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 小凤不甘心就这样任命 他奋力地挣脱二尺 却被二尺反手一把抓住头发 然后一刀刀地砍在他的身上 小凤终于不知地卧倒在地 他所期待的明天 永远都不会到来的 小凤悲惨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一个一生中经历过 无数男人的妓女 在心灵上却谨守着 一个男人的真洁 这在小说戏剧里 才能看得到的虚构情节 却在现实的人生当中 绽放出了真实的花朵 值得人们再三地品尝玩味 但在赞叹之余 是否该跳脱一个超然的情境中 冷静地想想呢 我们为小凤的遭遇 感到同情和惋惜 相对的 那些让小凤玩弄于鼓掌之间的男人 是不是也蛮可悲的呢 玩火者终会自焚 小凤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以色造才 欺骗了男人的感情 最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这个血淋淋的教训 正是人世之间痴情男女的明镜 故事进行到这里 并没有结束 当那个小凤一辈子吃手的男人 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 他对小凤的死 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否会为小凤的吃傻 一举伤心之泪呢 就在警方人员带着二尺 到现场做模拟犯案过程时 五剑心走进了警察局 他因为看到报纸 知道自己是关系人 所以主动到案说明 他说他才刚刚从监狱里出来 不清楚周采凤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过去的确有过一段情 但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一切都过去了 他只想清清白白重新开始 不愿意再被卷入是非的漩涡 接着 这个让小凤苦等了一生的男人 又迈开他大大的步伐走了 消失在人群里 为了爱 小凤赔上了一生 可是这样的结局值得吗 小凤赔上了一生 小凤赔上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